上两节我们讲了在Sketchup的模型整理 这一节我们来讲CAD端插件的操作 第一讲我们来说下阿可需要你对图层进行归类,应该怎么做 插件的下载方式我们都会放在会员群的群公告 那机上就是下下来之后,你按照引导去安装 然后在CAD里面输入DAOCHU,也就是导出的拼音就可以打开软件了 然后你需要自己去完成注册的工作,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和一般软件的注册流程都是一样的哈 OK,那完成注册之后,我们演示下软件的界面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界面选择室内设计 然后点击这里的上传Sketchup模型 再跳出的文件夹界面选择你自己的模型 那如果你没有做第一节讲的步骤,用SU的插件去检查你的模型 它就会有这个弹窗,它的意思是你之前没有检查过模型 那有可能会有导出不了的模型,你要注意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过一下之前插件的检测 第一节有讲过,按照步骤来做哈 我这里点击无需检查跳过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黑框,我把它拉到这个屏幕 这个模型处理完之后,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上传模型已完成 请返回CAD界面继续操作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CAD 那有的人的系统这个黑框会自己跳掉 有的不会,反正你看到这行字或者你的黑框自动关闭了 你就可以继续下一步操作了 那第一步上传模型,我们就做好了 点击下一步 第二步这个界面稍微有点复杂 大家可以看如果你选了室内设计的话 会有两种涂层配置 一个是使用模板的配置 第二个是自定义涂层 使用模板配置的话会很简单 就是你用我们的涂层 涂层的模板在这里有个点击下载可以下载到 然后你就不用做涂层归类这个操作 那这里我会教大家自定义涂层怎么去做 因为大部分人他还是有自己的涂层规范的 那你选择自定义涂层之后 下面就会出现很多行 这个左边是阿可规定好的一些类别 右边就是你要选择你的涂层 比如你要告诉系统你的涂层里面哪些是墙 哪些是家具,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演示 我们以第一个类别做演示 第一个类别是原始墙、原始柱 那你如果有涂层是放墙和柱的 你就把它选到这个类别 我们点击这里的小三角打开下拉 这里就会出现你Sketchup的涂层 然后大家把属于墙和柱这个类别的涂层 给它用前面这个小勾勾选上 注意这个是可以多选的 它不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你的墙和柱可以是两个分别的涂层 然后你给前面的小框框都打上钩就可以 但是它这个选择是不能重复的 比如说你一个涂层只能属于一个类别 它已经属于墙了 它就不能再属于窗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选择的操作其实很简单 大家忘记了可以看一下课件 那主要和大家说下 这个操作对于我们后续的出图很关键 第一 它决定了我们平面图各个布局的室口开关 不选的话你整个室口会比较乱 第二 它会根据你选出的固定家具 门这些给你自动的补充开门线 柜体线等等 如果你不选的话 有的图力就需要自己去补充 第三 它会根据你选的图层 自动的帮你优化立面图的线粗和打印 你如果选错了或者不好好选 不止出来层次感就会比较差 第四 自动标注的算法也是和这个类别相关的 你不选的话 后面是没办法用自动标注这个功能 就很亏 图层很多 我给大家挑几个大家不好理解的说一下 一个是拆除墙和新建墙 不是一定要选的 但是选了你会多两张平面图 一个是拆除墙体平面图 一个是新建墙体平面图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第二个 这个天花造型和天花灯具 你给它完全分开来选 上一节就讲了 灯具不要和造型放一个组 分开选图层 这个灯具你如果选了 就能出一张天花灯具定位图 这一页就这两个重点 其他你看你有就给它选上 选的越多立面图线性越漂亮 这几个没啥好说的 就有的同学会纠结没分门套怎么办 没分你就给它丢到门板图层 这个是必选的图层 关键点关键点 固定家具这四个图层画施工图的应该都很熟悉 你就记住一句话 所有落地图层都会显示在平面布置图和地面铺装图 所有到顶的图层都会显示在天花图里 然后你自己去控制 最后活动家具 截具给它选出来 它立面图会自动虚线 LED灯带 这个大家不是画平立面图 会有专门的线来表达 你给这个图层选出来 系统可以自己帮你把这个LED灯带画好 那恭喜大家已经完成了导出图纸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后面的操作会非常的快 后面两节课也比较短 学习新的软件确实会有点枯燥 能看到这里已经很棒了